全神明月中,眼日究竟是谁这个问题从第五季一直延续到了第六季 在第六季中,眼日粘面剧粘了三集,结果观众看到的还是套娃 不过这次眼日粘面剧对观众来说并不是全无收获 至少在眼日的脸上闪过了四张熟悉的人脸 分别是王林,小梦,小瑶子和田光 根据玄机的作风,这四张面孔绝对带有深意 结合眼日脸上闪过的四张面孔,有两人都以道家有关 可以看出眼日是剧情切换的关键 而眼日真正的身份很有可能就是蝦瑶子或者小梦 蝦瑶子是眼日的可能性更大 如果在小梦和蝦瑶子之间做选择的话 蝦瑶子是眼日的可能性更大 眼日行迹曾经有过一些暗序 眼日准备除掉张寒的时候 曾经用蝴蝶和蜘蛛比喻张寒和它的位置关系 招说小梦名蝴蝶,蝴蝶可以说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寄托 反复出现的蝴蝶也悄悄说明了眼日与道家关系匪险 而在新世明夜之外里长城中 有一集名为梦蝶之盾 正是蝦瑶子与蝦蓝配合施展出来的盾数 所以蝦瑶子是眼人的效率大概有八成左右 只不过像蝦瑶子这样的一代东西 为什么会选择加入罗门 难道是为了和平道门对此想问吗 其实还是要等剧情练的发展才能解开 所以我们对此有什么看法呢